它跟它之間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要把它 link 起來 那怎麼 link 呢? 在 Android 裡面呢 就必須用 enter 剛剛不是有個 T01 對不對 就上面這個 它等於什麼呢? 這個地方的話呢 等於這個刮弧 叫 text view 那 text view 的話呢 從這邊 copy 好了 如果你剛開始初學的話 怕打錯是用 copy 接上 把它貼上對不對? 這個叫強制轉型 把後面的東西呢 強制轉型為一個 text view 那給誰呢? 給 T01 去使用 這有點抽象 我慢慢你們會就習慣了 那再來的話呢 後面加一個 list list list的意思就是說 list class 這個類別 我們現在執行的這個類別 點 點之後的話呢 它有個方法叫 find 所以你就打一個 find 就好了 我翻之後呢 它的全稱叫 find view by id 這麼長 記不起來沒關係 打一個 fin 找到這個之後 按一個 enter enter 它就幫你自動寫上去了 那我要 find 什麼呢? 打一個大 r 大 r 就是我畫面上面的 resource 有一個叫 id 有沒有 我們剛不是給它一個 id 按一個 enter 點 find view by id 它的名稱叫什麼呢? t01 所以請你給它 t01 好寫完了 移動到後面給它一個什麼呢? 結束符號 分號 這樣最好是用點的 enter 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 這樣保證你不會寫錯 比較不會寫錯 好的 以後的方式的話呢 其實可以把它 copy 起來 因為底下 button 有點類似 改一下就好了 那改什麼呢? 改 b01 這個改 b 然後這邊改什麼呢? 改 button 對不對? 所以請你把上面的名稱 button 好 複製起來 然後把它貼上去 然後 list find view by id 有沒有 後面這個地方 delete的掉 練 b01 enter 後括弧 分號 寫完了 這才第二個步驟 第三個步驟呢 就是要去 我們剛剛不是在 vp裡面是點兩下 就可以開始寫了 再來 在這邊第三個步驟叫做 這邊 3 4件 這地方的話呢 就是要建立4件 這個4件就是說 當我點了這個按鈕之後 要做什麼事情 那怎麼建立4件呢? 首先的話呢 就是利用 b01 點 它有一個叫set 你就開頭就是set set就是設定什麼 set on 大寫的on click listener 也就是我要在這個八點上面 建立一個事件的傾聽者 就standby 讓你當使用者點了之後 我就做什麼事情 那set on click listener 之後的話呢 按一個enter 接下來 接下來 因為我要new一個新的 這個是java的觀念 反正你暫時 先理論上面 先暫時跳開 new一個新的 它是什麼呢? button的 所以剛剛 button 有沒有 點 後面的話呢 再加上on